这群男人在匍匐前进 他们小心翼翼地靠近眼前这群猛马像 稍不注意 就有可能被踩成肉饼 他们依靠彼此间的默契进行有效沟通 首领毫不畏惧地穿插在猛马像群中 找到领头像之后 猛地起身 开始不断地挑衅领头像 其他人只能躲在不远处司机而动 在部落首领的不断挑衅下 领头像开始变得暴躁 带着像群跑了起来 首领随即吹响口哨 部落男子收到了信号 开始一拥而上 朝着猛马像群就追了上去 猛马像群受到了惊吓 开始四处逃窜 部落族人见状立马把他们赶到一起 一个男人不小心落入了像群当中 四处都是惊慌奔跑的猛马像 男人一个躲闪不及 跌倒在地 差点死在巨像脚底 猛马像群被相继赶到一个山谷当中 负责侦查的人员开始通风暴行 负责陷阱的人伺机而动 受惊的像群争先恐后地通过狭小的关口 眼瞅着有一只落单的巨像 他们推下巨石 拉起大网 成功地困住落单的巨像 当众人以为一切已经结束时 巨像挣脱了困住他的巨石 开始往远处逃跑 猎人见状纷纷扑了上去 依旧没法拖住发狂的猛马像 猛马像挣脱大网 猛地朝男人扑来 好在男人反应灵敏 躲过一劫 男人捡起地上的长毛 就投向猛马像 无奈橡皮太厚 不但没有杀死他 反而将其激怒 发狂的巨像拼尽全力冲向男人 男人拿起长毛抵御 谁知长毛却被死死卡在十缝中 面对步步逼近的巨像 男人吓得舍弃长毛 开始逃命 谁知巨像刚好自己撞上长毛 伴随着一阵哀嚎声 今晚的晚餐有吗